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帆船 载着满仓的货物 无论是开往远离家乡的彼岸 还是返航在归家的途中 远方港口的灯塔 永远会唤起远航者心中最温暖的期盼 港口是连接海洋与大陆的纽带和桥梁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繁盛的过程中 中国沿海地区兴建了一大批港口 服务于港口又兴起了一大批港口城市 今天当我们回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 那一座座港口城市同时跃入我们的视野 以其各自的特色和变迁 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自日南障色 徐文 和谱 传行可五月 有都元国 又传行可四月 有一庐末国 又传行可二十余日 有陈离国 黄之之南 有以成布国 汉之一史自此还以 这段记述所讲的 是汉朝史臣出洋贸易的简单经历 汉史自日南障色 徐文 和谱出发 一路经过东南亚 南亚许多国家 到达印度半岛南端 最后从狮子国 及今天的斯里兰卡 返航回国 如果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 看作一个大的故事的话 那么汉书地理志的技术 便是这个大故事的开篇 而这开篇的第一句交代的 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岗 翻开中国地图 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岗 徐文 和谱赫然在目 两千多年后 他们仍然像明珠一样 镶嵌在南中国的海岸线上 看清他们的地理位置 我们不难发现 两千多年前 他们作为始发岗的机缘巧合 这座八角航标灯座 位于徐文的三敦岛上 是汉代遗址 据专家考证 这个八角航标灯座上面 原本树立有标杆 它的作用 就是为往来的航船指引方向 是古代港口的重要设施 随着岁月的流逝 标杆已不复存在 只有八角灯座 还静静卧在这里 见证着两千多年前 徐文港的繁忙景象 画面上这座有着 汉代遗风的建筑 是河浦汉墓博物馆 沿着宽大的台阶 射击而上 就进入到展厅中 这里陈列着几百件文物 其中包括 二十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古代的琉璃 玛瑙串珠代沟 琥珀雕刻 水晶串珠等饰品 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 但仍然色泽鲜亮 光洁如新 这些精美的事物 从材料到风格 都说明它们来自 异域 是国来品 这也证实了 河浦是汉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岗之一 这对西汉琉璃碑 来自遥远的古罗马 质地半透明 色如翠鱼 是当时琉璃工艺的代表作 这些用琥珀雕刻的工艺品 有狮子 青蛙 串珠等 主要产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 罗马帝国一带 河浦汉木群 主要分布在河浦县城东南郊的 丘陵地带 东西长约12.5千米 南北宽约5.5千米 总面积60多平方千米 经勘查 现存有风土堆的汉木 有1056座 包括风土堆已消失 而隐蔽于地下的 汉木总数约有近万座 古郡的繁华可见一斑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平定了南粤国叛乱后 设置了九个郡 即南海、苍吾、玉林、河浦、礁址、九珍、日南 以及海南岛的珠崖、丹尔 史称岭南九郡 河浦的地理位置 正好处于这九个郡的中部 管辖范围极其广大 包括今天广西、海南和广东西部沿海地区 河浦是郡治所在地 是岭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如果说徐文是东南沿海的最南端 是东南部物质的汇集地 而河浦背靠大西南 纵深千里 山崇水阁 经济落后 交通不便 它又凭什么开展对外贸易呢 距离河浦县山口镇乌泥池 约三十公里的海区 有一片珍珠养殖基地 人们正在进行养猪作业 珍珠一直被视为宝物 自古受到人们的珍爱和推崇 两千年前更是一珠难求 举列仙传记载 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后 曾用五百斤向快击的猪饭 购买三寸大株 视为至宝 河浦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内海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港口 比较封闭的 海洋的洋流不那么强烈 同时南流江从这个地方入海 是一个淡水咸水交汇的地方 非常适合养殖 所以中国的仙民们最早在这里开发了海洋经济 面向海洋的这么一种经济开发 就是养殖了珍珠 那么也成了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 所以呢最早在汉代的时候 走向海外的航行也从这个地方出发 何浦当年就已盛产南珠文明 南珠由于质量上乘 在内地中原是难得之祸 南珠真正带给何浦巨额财富 是在林渠开通之后 为运送粮草 秦始皇命人修造林渠 连接湘江和梨江 公元前214年 林渠建成 秦始皇统一陵南 后人说林渠通三江灌五岭 意义非常重大 林渠的建造 使得丝绸等大批货物 从汉帝国的新藏长安出发 通过易道运抵汉江 从汉江南下进入湘江 又从湘江过林渠 沿黎江顺流而下 经南流江最后到达河浦 这样商道打通了 越来越多的丝绸 从内陆地区疏往河浦 河浦高度繁荣起来 2015年7月至8月 防城港市联合中国水下考古中心 在防城港白龙村附近海域 开展水下考古 在怪石滩海域 进行了重点潜水探查 搜索区域面积达 一万两千五百六十平方米 发现大量唐代至民国时期的遗物 如陶瓮 罐 盆 河 瓷碗 盘和碟等 气形种类众多 内涵丰富 为什么叫怪石滩 就是确实现场那里浪很大 水流比较急 这种情况就容易沉船 目前看应该说这个地方 将来会工作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它出的年代跨度也很大 从唐代到晚期的都有 那么跟历史记载上应该比较吻合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港口 历代有所变迁 东韩末年战祸四起 北方路上丝绸之路时段时续 西方各国急于得到东方的丝绸 寻求走海路与中国交易 海上丝绸之路繁忙起来 也正是从这时起 广州港的名字开始大量出现在 汉代之后的历史文献中 广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港口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的确立 其实跟当时中国的船舶和航海技术的 进步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最开始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由于技术的限制 我们基本上是从海岸线走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随着中国船舶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往一些深海的航线上开拓 经南沙 西沙 然后到达我们说的目的地 比如说南亚 东非等地 广东啊 当时中国的南方的很多港口和城市 开始逐渐取代路斯上的一些节点城市 就是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二个呢就是要考虑到成本 要有高回报 所以海司的成本逐渐慢慢地就开始 远远低于路上的成本 第三个要素就是我们说就是拿便利 广州在秦汉时代是南海郡的治所 古时也称攀鱼 那时广州就是中国十多个商业都市之一 是热带珍贵特产的集散地 正像《史记》中记载的那样 攀鱼亦齐亦都会也 朱姬 西 戴茂 果 不知凑 广州是世界海洋交通史上 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1983年的夏天 一群工人在广州市 一个叫香港的小山包上 正在凿石跑土 突然他们手中的工具 挖出了一块断裂的石板和一个洞穴 一座极其罕见的汉代大墓破土而出 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宝藏之辉煌 令人吃惊 神秘的墓主人见路真相 这就是被无数代盗墓贼寻找了千年的 南越国国王的陵墓 他的县市 无异于打开了 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的一座宝库 大墓深入地下二十米 用七百五十多块砂岩大石构筑 陵墓面积约一百平方米 分前后两部分 共有七个市 前市居中 市的四面及顶部都会有珠墨两色的云纹图案 象征朝堂 斜坡墓道残长十点四六米 宽二点三六至二点五九米 墓内的前后两部分 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 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 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 这座大墓堪称地下宝库 共出土各类文物达一千多件 南越王墓的发现 其社会 历史 文化 科学价值 不但震撼岭南大地 而且惊动全国 有人评价这是令无数人苦苦探寻了两千多年的隐秘 中国考古史上最辉煌的发现之一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国之瑰宝当中 有一件传闻铜体筒格外引人注目 这件承久器通高四十点七厘米 造型端庄 文式精美 筒的腹部主要纹是有四条首尾相连的战船 反映的是当年一支大型作战船队 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壮观场景 船体明显汇出甲板 船内分舱 满载战力品 并会有与人战士的图案 有专家分析 广州临海多海患 传闻同体筒画面表现的应该是 沙俘虏即海神的场面 这同时也证明了 早在中国秦汉时期 潘鱼港就已经具备了 制造大型海船的能力 从汉朝开始 潘鱼逐渐成为了 古代中国海陆贸易的枢纽之一 进出口货物多集散于此地 商船舰队更是往来不绝 川流不息 实际上 从汉朝直至两晋 隋唐 不仅广州港 中国境内其他沿海港口的成型 也多在这一时期 有着2500年历史的扬州 曾经是唐宋四大民港之一 由于它东临大海 有地处长江与 金航大运河的交汇处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扬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港口 市内大明寺 见证了建真东渡佛教东传 仙赫寺和普哈丁墓 见证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传播 扬州城遗址 见证唐代贸易交通枢纽 崔志远纪念馆 见证中韩文化交流 然而 对于人们来说 扬州是古代丝绸之路上 一个美丽故事的载体 马可波罗 意大利旅行家 元朝时 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在扬州围观多年 然后从这里乘船 沿海上丝绸之路 回到祖国意大利 留下马可波罗游记 无论是对于西方 还是东方来说 马可波罗游记 都是一部难得的作品 它激发了无数西方人 对东方的向往 它让东方人穿越时空 留住美好的记忆 用文物讲述海思故事 用文献回望千年辉煌 宁波古称明州 又称三江口 宁波作为港口 发端于两千年前的秦汉之际 到了唐代 宁波已是全国最大的开步之港了 据史书记载 唐宋年间来自日本 朝鲜 东南亚 以及阿拉伯的商人 蜂拥而至 而装满了陶瓷 茶叶和丝绸的货船 不时张帆带发 宁波港里围墙四林 打开中国地图 可以看到宁波 距于中国海岸的中间 长江就在宁波向北不远处 内河航运与海洋航运 在这里形成交汇点 因此宁波港的地理位置 也极其特殊 更巧的是 中国东海沿岸的海流路线 随季节不同而改变 夏季在西南季风盛行的 六到八月 浙江沿岸海水向北流 直指冀州岛和日本方向 这个季节 船舶是以北航 海上丝绸之路中的 东海航线 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 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进行的 冬季在偏北风吹送下 海水向南流 沿浙民海岸南下 并穿过台湾海峡 直接入南海 这个季节 船舶是以南行 提到古代的港口 我们眼前会出现 这样一个场景 南来北往的帆船 停靠在港口 汗流加倍的装卸工 手拉肩扛 卸下一箱箱 搏来洋货 再装上中国的瓷器 茶叶 丝绸和其他货物 一派繁忙景象 那么这些堆积如山的货物 储存在哪里呢 2001年 宁波市内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考古人员在进行施工前的考古探查 这次例行探查 无意中首次发现了一个古代大型仓库遗址 以实物佐证的宁波 是中国元代第二大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证实了这就是宋元明时期的 大型雅鼠仓储库房 永丰库遗址 在南宋时 它曾是宋代官府的粮库 长平仓 永丰库遗址的发现 是中国宋元考古的一次突破 在考古界引起了极大轰动 被评为2002年度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考古发掘在永丰库 发掘出了很多的文物 除了少量的铜钱以外 主要是瓷器 那么这些瓷器除了一些残片以外 还有数百件完整的 或者可复原的瓷器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这个遗址里边 出土了南北方 不同窑口的瓷器产品 既有南方的龙泉窑 也有江西景特镇的产品 还有北方地区的产品 庆元就是今天的宁波 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 所以尽管永丰库 是一个官方的仓库 但是可以看到 汇集了南北方 很多不同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福建的泉州 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 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起始港之一 这里的港口面向东海 因港区市区 辨植刺铜树 又被称作刺铜港 在宋代 来自远方的各种肤色 说着各种语言的人 云集在泉州 当时的泉州城虽然不大 但却号称是仅十州人 堪称那个时代的世界文明展示馆 外国人在泉州集中居住 政府设有藩方进行管理 藩商和藩客在当地做买卖 交易的场所又被称为藩市 在藩市中 外国商人的数量往往远远多于本地的商人 望上去令人不知身在何方 泉州的海外穆斯林侨民最多 所以藩方之间盛行伊斯兰教 如今我们仍能从不少遗迹中想象出当年的场景 在泉州图门街 短短一百米的街道上 既有清真寺 也有中国人信奉的官地庙 在车水马龙间 不同风格的寺庙建筑 相互映衬 组成了一幅奇特的画面 泉州海外交通室博物馆收藏有一块造型奇特的墓碑 它的主人是一位由海陆来到泉州的基督教教徒 这块墓碑的形状和图案很不寻常 石碑中间是一位基督教的天使 天使却穿着僧袍戴着僧帽 身上的飘带为中国传统飞天的饰样 十字架下的莲花是佛教的象征 下面还有道教的祥云 而石碑的尖顶是典型的伊斯兰清真寺的风格 博物馆内收藏着几十方类似的墓碑 由于墓碑上都有显著的十字架壮饰 这种墓碑被中外学者命名为刺铜十字架 他们是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历史见证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文明融合的典型力证 宋朝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空前繁荣 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 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港口城市 是当时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 海洋文化的气息 弥漫在这座港口城市各个角落 在泉州市区水门巷逐街 一块石碑安静助力 上面刻着泉州士博斯遗址的字样 这处貌不惊人的遗址 是我国现存的不多的古海关遗址 士博斯是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 它初创于唐朝 成行于宋 元明两朝沿袭 北宋开保四年 也就是971年 设士博斯于广州 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 陆续于杭州 明州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 泉州 密州 也就是今天山东诸城 设立士博斯 宋代没有关于士博制度的统一 完整的规定 士博斯的职责主要包括 给出海贸易的商船发放公平 及出海许可证 出航前派人上船点检 防止夹带兵器 铜钱 女口 逃亡军人等 月时回港船舶 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 这实际上是一种 食物形式的士博税 所抽货物要解副都城 按规定价格 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 经过抽分 抽解 博买后所剩的货物 仍要按士博斯的标准 发给公平 采取运销他处 士博斯是宋朝政权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 士博收入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间 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大 按今天的话来说 所谓士博的就是海关 士博斯收的就是这些商人 从海外做生意 带回来的各种商品中间 要抽一定的比例 北宋的时候 士博斯就非常非常重要 到了南宋的时候 士博斯的重要性更加明显 是因为土地缩减了 可以征税的人口也减少了 这个时候到南宋的时候 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依赖士博斯 这个与海上经营从中间收的关税 士博斯收入在南宋的时期 一度占了整体国家税收的 大概15%以上 所以那个时候南宋政权内 也非常鼓励中国的商人经商 鼓励中国出口瓷器 出口丝绸 因为通过出口这些商品的时候 中央政府可以从中间获得不少的士博收入 也就是说海关收入 元朝建立后 先是沿用宋朝的士博斯 但是弊端越来越多 至元三十年 即一二九三年 元政府制定了 整治士博斯勾当的法则二十二条 延幼元年 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士博法则二十二条 这两个法则 对士博斯的执着范围 做了明确的规定 士博斯进一步制度化 精细化 元朝也因此受益 当时人说士博收入是军国之所资 用文物讲述海思故事 用文献回望千年辉煌 海船本是没有动力的 都是以藩为动力 要靠风力才能航行 航海者们为了能够 顺利地踏上海上征途 都会在航海之前 做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 那就是骑风 也就是祈祷海神 能够带来足够强力的风 让外出的船只 在冬天顺利起航 让返航的船只 在夏天顺利回到家乡 在中国古代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 人们信奉的海神也是各不相同的 宋代泉州当地渔民 把通远王敬为海神 通远王除了要保佑当地的渔民 出海打渔时平安以外 更重要的任务 是为那些远洋商船提供足够的风力 让这些以风做动力的帆船 能够顺利启程和返航 泉州西郊南安境内的九日山 是供奉海神通远王的地方 这座山并不高 只有百米左右 自古以来 九日山的香火急旺 前来骑风祭祀的人络绎不绝 古代泉州的骑风仪式 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骑风仪式每年要举行两次 一次是在农历的五六月份 人们来到九日山向海神祈祷 让离家已久的商船平安归来 另一次是在冬天 也就是每年的农历十一月或十二月左右 人们希望有强劲的东北风 让整庄待发的船只顺利启航 在今天的九日山上 仍然能看到大大小小十三块宋朝时期的时刻 上面记载着宋代骑风仪式的详细内容 这些早刻在岩壁上的骑风时刻 在千百年的岁月中 一直默默祈福和守护着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航行的炎黄子孙 保佑他们一帆风顺来去平安 说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就一定会说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 如果说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 那么福州长乐港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周师祝国地和开洋起点 郑和每次下西洋 一先率领船队抵达长乐太平集结整讯 四丰开洋 长乐三丰四塔 是郑和船队出入长乐港的瞭望塔 三丰四塔修建于宋朝 距今已有九百多年 塔是用石块叠造而成 虽然经历过三次地震 但依然屹立不倒 登上瞭望塔远眺太平港 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郑和船队千帆进度的壮丽场景 只可惜 曾经港阔水深的天然地峰港上 已筑起了高楼大厦 太平港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公元1431年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在福建常乐等风的时候 刻下天飞灵应之祭碑 碑中记载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经历 也刻上了他第七次下西洋的计划 那段令世人惊叹不已的航海壮举 都浓缩在这篇一千一百七十七字的碑文中 官夫海洋 红涛接天 巨浪如山 世诸一遇 迥隔于烟霞飘渺之间 而我之云翻高张 昼夜星驰 涉笔狂澜 若居通取者 承贺朝廷微福之至 由赖天飞之神 护佑之德也 金兰碑文 听郑和铿锵之声 那跨越大洋的无敌舰队游在眼前 南京 牛守山 郑和墓地就在这座山上 墓框呈长方形 墓盖下部雕饰着祥云草叶莲花座 顶部有青石材质的塔式墓盖 郑和墓长约一百五十米 东西宽约六十米 墓顶高约八米 墓前台阶有四组七层二十八级 寓意着郑和七次下西洋 历时二十八年 便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京 海上丝绸之路的 另一个重要港口 这座古老的城池 是郑和宝船最初启航的地方 也成为这个伟大航海家灵魂的归宿 郑和的远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航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壮举 这支来自大明王朝的巨型船队 以威武之躯 磅礴之势 带给世界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非凡气度 清朝实行海禁 公元1757年 也就是乾隆22年 西方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的海禁条理 企图进入中国内陆市场 这种形式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 因此乾隆皇帝下令封地敏浙江三省海关 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 从此 偌大的清帝国只剩下广州一处口岸 延续官方的对外贸易来往所需 由于广州成了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 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港 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内 建起了遗状状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遗馆 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 货船到港的时候 这一代外国人熙熙攘攘 穿着不同服装 操着不同语言 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清朝的广州官府组建了十三行 与所有来中国广州港的外国商人打交道 十三行里最著名的一家叫颐和行 它的主人就是吴炳健 吴炳健于1789年 从父亲手中接过了颐和行的经营权 年仅二十岁 凭借着武家在商界的威望 很快做上了十三行的第一把交易 被清政府认命为十三行总商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吴炳健 一点也不为过 有一次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生意人 因为他带的钱不够 只能装半船货 吴炳健就很慷慨地 又赦给他半船货 让他回国 哪知到了海上的时候 整个船都沉没了 这个美国人也很诚实 他不逃避 他回来找到吴炳健 说我给你打工来还债 吴炳健说 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只是运气不好 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戒具给撕掉了 他不仅撕掉戒具 而且重新又给他装地船货 让他东山再起 这个故事 在美国传了半个多世纪 美国人呢 既惊叹吴炳健的富有 更佩服他的为人 他的慷慨 吴炳健的富有和慷慨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垄断外貌 权力很大 按照清政府规定 外洋贩来货物 及出海贸易货物 统一由13行的商人 作为中介代办 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 都必须由航商转达 不得直接与其他 中国商人交易 要是洋商出了什么麻烦 要追究中国担保人 13行的航商 因此而半官半商 具有商人 外交官和税官的 多重身份 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可谓左右逢源 八面威风 外国商船来广州 要先停泊于澳门 经越海关澳门总口批准后 由指定的饮水员 带入虎门 接受账粮并缴纳 船钞等费用 经海关监督批准后 由饮水员带入黄埔 卸下护航火炮 在交易结束后发还 随后由外商居停13行 与航商议定买卖货架 由航商办理货物 报官纳税手续 在运的进口货物处理完毕后 外商再通过13行航商购买出口的茶叶 瓷器等货物 卖商还需通过航商 领取红牌 方可凭证驾船 使出口案 外貌的繁荣 给清廷带来了丰厚的税收 清宫档案反映 粤海关每年税收上缴情况 各朝皇帝都非常重视 亲自粤批分毫不漏 每逢重大节日庆典 粮广总督 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 都要向皇帝 敬献大批价值昂贵的 西洋奇珍异宝 如钟表 千里镜等等 以博帝王欢欣 达到家官进爵的目的 广东省博物馆展厅的橱窗里 陈列着清雍正十一年 公元一七七三年 广东海关税务毛克明 向皇家进献洋货的 宫中禁单 而这些东西 大都委托航商裁办 价值亦由航商陪店 十三行也因此获得 天子南库之欲 中国沿海港口 为海上丝绸之路 提供了条件 海上丝绸之路 给中国沿海港口 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 港口是海洋文化的基石 港口存储着历史的记忆 港口酝酿着下一次的远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注定 onions 新手段 永远